早安 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新闻百宝箱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今天的录音室里面非常非常的热闹 怎么回事呢 今天我们不但要谈的这个话题 是禁忌的话题 另外我们今天的两位受访者 也都是聊天的高手 光是前面我们在ray这个节目的时候 就已经不知道笑到什么地方去了 天南地北要记得拉他们回来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什么 各位你有没有看过A片 你有没有看过镜片 你有没有看过三级片 天啊我们早安台湾 这么早的时间可以聊这样的话题吗 我们今天有两位非常能够刹车的 这个受访者来到节目当中 他们会控制他们的言论 我先这样介绍他们 第一位是我们非常 每个月都会来上节目的 资深的影评人 米乐熊 米乐熊你早 嗨 视频早 大家早 这个第一次有来宾来是要鼓掌的 我们这位非常有礼貌的另外这位受访者 他是我应该怎么介绍他 其实他应该就是全台湾对于A片这件事情 非常有专业研究 向来都是以非常专专业的眼光来描述A片对人产生的影响的 这位就是Taco Taco 你早 好 志平早 都会有的生理反应 我们讲这件事情叫做称帐篷 升旗或是住帐篷 我认为您假到学了 真的好 待会你准备一个那个音效 万一我们两个讲超出您的这个节目尺度就逼这样 就啪啪啪啪啪啪啪 但如果你觉得我假到学你也可以敲你的杯子 啪啪啪啪啪啪啪 不过我觉得就是这样说 我为什么会挑跟志平敲这个月的话题是讲这个东西 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到现在 尤其是现在就网路这么样的发达 其实真的就是A片产业已经发展到已经匪夷所思 就是就是有因为因为就是前不久有一个片子准备上片 那里面的那个主角男主角 他就挖自己的菊花这样子 然后那个有一个女影评人很有名叫何瑞珠 他就直接讲说叫我们台湾的演员千万不要学 而且你也学不来这样 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有怎样吗 so what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就还好吧 男演员挖自己的菊花这件事情 不是就是说就是这个东西可以拿来说嘴 然后甚至于变成是新闻稿 可见台湾的媒体或者是说就是大家都在装什么 就是根本就早就这个这个有真的很严重吗 就是好比如说我问志平兄好了 你觉得你看到这样的画面你会很惊讶吗 就是大家一起看是一回事啦 自己在家里看是一回事 对 应该说自己看觉得没什么 但如果真的在戏院里面看这样的画面 其实是蛮震撼的 为什么这样的画面是可以公开播映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值得大家来探 有一位很有名的作家 你们都两个都认识 叫古林先生 是 他曾经说过 我们为什么要讲我们的器官的时候 一定要用菊花 一定要用什么我明明就是我的阴晶 我的阴道 我的肛门 为什么你们要歧视你们自己的器官 然后一定要用代名词 是 好 我对不起 我让你们指笑一下 就是说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海峡两岸说华人地区 说肛门都叫菊花吗 你说怕大家听不清楚 所以全市都叫肛门吗 华人地区应该没有问题 好这个我们也要规则 我们已经开场开了多久 我们还没有言规则 没有 你一直围绕着这个话题不是吗 不是因为性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东西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说当然性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话题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接触到他 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放在以电影的手法来表现 那么电影这个产业 它所呈现出来的性话题该有怎样的界限 我们直接讲1895年 就是台湾变成那个殖民地的那一天 就是世界上这个法国远远的地方 就是在一个咖啡店就放了一个火车来了 一个短短的纪录片 它只是拍就是把摄影机架在火车前面 然后当场看的人全部都吓得都夺门而出 然后隔年1896年其实就有A片了 所以很早 A片其实非常的早 就是既然有发明一个新科技 它就会被运用在这个地方 没错 这就是所谓的亏淫屁 每个人都有 是 佛洛伊德说的 就是亏事的意思 所以每个人都爱八卦 八卦就是亏人隐私 隐私不是不单她私生活 还有她的隐私 对不对 每个人都想看到美女的全身 是不是 是是 包括这个很可能床地之间的事情 对大家所容易幻想 于是乎 正好也满足了人的好奇心 对 亏淫屁 所以类似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镜片 A片 三级片 就会有她的市场 自然是如此 你的意思 没有你看媒体就好啦 就新三社就等于预计都特别高啊 对啊 所以只要尸体跟裸体就卖得好啊 而且你看现在YouTuber他们 真的你把那个年轻人做的 YouTuber的影片打开来看 你会你会吓死 怎么说 什么都有 什么东西都有 我真正 直接比如说他就假装说 弄一个APP 然后就直接约这样子 然后就直播这样子 现在有这样子的 有有有 而且还秀给大家看 哦 那因为YouTube它其实是 它的管理方是在美国那边 是 那台湾这边我们政府能够管什么呢 是啊 那问题就来了 这个就是现在网路无国界的问题 对问题就来 这个界线在哪里 你看好我们这样来看 应该是没有界线 应该是没有界线 也无法得管 没办法得管 Taco你怎么看呢 就变得很奇怪 好其实我曾经在学校教书的时候 教学生做了一样实验 我觉得很有趣哦 就说我请同学回去 请大家各找 比如分组之后 每一组都找一份报纸 比如说苹果日报 比如说中国时报 比如说联合报 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 好四组 我就说请大家 请大家回去 就找一天的报纸 然后你把那个娱乐版 娱乐版 你把它用它的图 你用那个用尺量一下它的大小 我们来做一个 我们来做一下定义 比如说 它的裙子穿多短 比如说迷你裙 急膝 膝盖 或是整个长裙 然后再来上半部呢 可能是全身包紧紧 然后再来肉肩 各种样式 半露书胸 比基尼 或怎么样 好 我请大家去做实验 女星 穿什么样的衣服 可以得到最多的版面 哦 对耶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最后的结果相当的有趣 结果是什么呢 穿的越少 当然得到版面越多 还没还啊 你绕了一大圈 你一定要告诉我们这个结论 是啊 没有啊 所以我觉得啦 就是说现在黎智英他在讲什么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时候蛮好笑 就是台湾现在的媒体的状况 其实是他带进来的 然后他现在 他现在被中共修理 然后他就在那边哇哇叫 我就觉得很有趣 就是说这个人真的是太矛盾了 是是是 那当然台湾的媒体也被改变了 是是 这个变成就是我们在那边呼吁什么也没办法了 没错没错 因为人的欲望真的是无限一直发展下去 是的 好的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之评呢 为您邀请了两位贵宾来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聊的这个话题 也许大家会觉得一开始觉得 夏之平怎么敢聊这个话题 因为有点禁忌 就是过去的镜片 A片或三级片 其实就讲成人电影好了 简单的来 让他做一个简单的分类 我们请两位来就这个领域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或自己从闲的观察 谈到了镜片 谈到了这一类的A片 诶 米特雄 你看过很多了 我看过不下数万片的吧 真的吗 对对对 因为就是说小时候 你这样子鼓励他 没有 我的时代就是大概 大概六七十年的时候 就开始有所谓的beta或是VHS 现在当然讲这个东西可能很多人都已经不知道 我不骗你 我真的问过别人 真的真的 我说VHS 他说啥 beta更不用讲了 就傻眼 就是完全不知道 对 那因为以前都有所谓的 租路路隐带 都是有所谓的小房间 嗯 对就是会有一个 用一个门帘遮起来的地方 那我们就 一开始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后来知道就跑进去 嗯 那他上面常常会写一些民不服事的东西 譬如说 刚才那个 我们他口中话就说什么小叮当什么 反正就是 就是上面会有一些很奇怪的片名 那你就住回家 嗯 那还好我不是跟家人一起看 不然这人会被打死 就说哦 才发现哦 有另外一片天地 那好 譬如说志明兄 你应该也是这样子开始的吧 我可以分享一下吗 好好好 小叉一下 就是那时候 其实我们因为未成年 不太敢去租这样的片 可是呢 不是你也不知道啊 对 可是那个小房间里面的片子 还有跟一种放在一起 摔角 那时候摔角也是进片 所以那时候跟老板 老板我要去租 我要摔角片 对啊就进去 啊进去的时候 要欲盖弥彰 拿两片摔角 然后夹带一片 A片 老板我要租这个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心态 我没有耶 我都直接拿 哈哈哈 不是 因为你去租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个状况 就是说一般的老板都怕你 就是不还 是 所以就是大部分都会限制嘛 譬如说你一次只能租三片 或是 或几片 那 因为我就是那种 就是我家住附近 嗯 然后我一次租十片 我隔天就还这样 就是疯狂的看的人 所以我不骗你 他的磁头消耗量 应该挺大 没有就是 怎么讲 就是因为喜欢电影 这个事情真的是 从小就开始 加上我又是学美工的 所以就会去研究啦 真的 是 所以我是抱着 有点研究的心态 然后就越看越夸张 就什么都有 我不骗你 就是现在 就是很多东西 譬如说像现在的一些主流电影 他会拍的一些 什么花招啊什么 其实真的 二三十年前早就都有了 正因为 弥勒熊看了数以万计的 这个我们所谓的A片 或者说是这些成人片 他今天 简单的为我们汇整了 所谓的影史十大镜片 对 这个 影史还影史 影 你发音声清楚一点 电影的影 对电影的 不是影史 其实这个东西 有点不成文 而且其实也没有被 所谓的大家好像特别讲 因为你会发现 你Google下去啊 就其实那个 那个片幕 其实有点 不一样 各门各派 都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基本上 比如说像感官世界 或者是什么 我拖起你的坟墓 索多玛 120天 这个我们都知道 然后你会发现 就是这十大镜片里面 日本占了很大多数 所以日本人 全世界最变态的民族 可以这样子讲吗 为什么日本人特别爱 拍这样的题材啊 就是说 至少这一类题材 就列入经典片的范围来讲 他们是名列前茅的呀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讲到 比如说像最近 我给志平看了一部 就是外国人拍的 没有没有 你不要紧张 就是外国人拍的 有关香港三级片的纪录片 那其实外国人怎么看三级片 怎么看香港三级片 他们是用一种 当然有猎奇的部分 可是他们更惊讶 就是说 居然他们想象中的画面 是被人家这样子派出来的 他们很惊讶 就是一般外国 就是他们认为是 所谓的剥削电影 他们会怎么样撑三级片 就是比较类似像一种剥削电影 因为里面的人 都是什么被强暴啊 然后被怎么样 然后复仇 或是死人产 或是像那个人肉插烧包 这部太有名 就是他把人这样剁剁剁 就是你就会觉得 然后这个东西又是真正的 实际上是真实事件改变的 那你就会很惊讶 就是说 好你说电影世界 真的比较夸张吗 其实并没有 那他们怎么来看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一直在我们身边 那我还有给志平看 就是所谓的台湾黑电影 在戒严时期 1970年代 一直到八几年 这十几年当中 其实相当相当多的什么 我相信Taco兄 应该有看过什么 女王蜂 对对对 类似像这样 那这个东西 难道就他就没有价值吗 是 所以你当你去用一种 比较研究的心态 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他跟 我们的社会 或者说当下人们的心态 或是消费的心态 他们是整个是 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对 那其实政府 一直都有所谓的 广播电视的一些 规范的细则 那其实 就是说 我们大家讲说 电影是第八艺术 电视或电影是第八艺术 可是我们这样去前置 他的想象跟发展 这样对吗 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探讨的地方 例如说 广播电视的一些 这些诗行戏则里面 对于镜头的那个要求很多啊 例如说不能有口交啊 但在2000年的时候 72-2000年的时候 不能有口交啊 不能太过分的去强调 这个性行为的动作 那那怎么叫A片呢 那怎么叫 所以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 电影是个创作 然后那时候 当然台湾的政府 但刻意的去希望说 匡正整个社会的这个 风气 对风俗 善良的风俗习惯 但是我觉得电影是电影 那很多人说 例如说很多人性侵犯 他被抓到 哦 因为我昨天晚上看A片 有真的有这样子 当做一个推脱支持 你看到新闻 很多都是这样子啊 借口 借口 他说哦 因为我昨天晚上看A片 那时候话的你还是犯罪啊 因为看了这一类的这个 有限制及画面的片子 所以引发了他的性欲 于是有后面的所谓的性犯罪 对 所以小三被抓到都说 我跟他只发生过一次两次 没有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譬如说像那些 所谓的反童的 或是反这个性贫教育的人 就他们自己本身 像前不久才有个新闻啊 我相当的惊讶 就是他一边在赚 就是所谓的 收留这些流浪的 这些少女的门的钱 因为他从政府那边 可以拿到一笔钱 对 就他自己也在信心这些人 那你就会觉得 就是很惊讶 就是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 可是你说这种事情会少吗 其实正是这些电影 他所要描写的嘛 对 他所要去反抗的东西是什么 对 就是那种 倒貌黯然 或是事实上 其实根本就事实上 就是非常的肮脏龌龊 然后他可能什么坏事都干尽 说得好 所以我们更应该去挖掘 这个东西出来 对 就是说 你 你这个 这些人 他可能是台面上的人物 他可能是政治人物 他可能是宗教人物 然后不行不行不行 可是私底下Undertable却是淫乱 荒 对不对 这样状态 其实我们都 我们都多有所闻嘛 是 在电影情节里面常常看到 对啊 最后他们就说 因为我看了那个电影 我看了那个A片 一边无罪啊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 我们出现经典剧了 是一边擦着冷汗 一边跟大家主持节目 因为我们的两位受访者 我觉得的确我们中央广播电台 是比较 可能比较少去谈 直接谈这个问题 但是讲实在 如果你不去谈的话 也不代表它不存在 所以 所以我们今天 站在这样一个心态 是单纯我们想要 用比较健康的角度 来看待这个话题 就是说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如果你爱看A片 或者说你觉得 喜欢亏人隐私 其实这也只是人性啊 这没有什么 但问题是 问题来 就是说 我们在传播这些事情的 过程当中 可以有哪些 带给大家的省思 所以接下来 我想请教两位 我们今天受访者 一位呢 就是资深的影评人 弥勒熊 另外一位呢 就是Tako 我想先请教你们 就是说 那在传播这件事情的 这个角度上面来看的话 你觉不觉得 应该要有一些限制 如果要有 那么限制在哪里 它的尺度又在哪里 我想各位应该都思考过 这个问题 没有 我觉得主要就是说 个人也没有了解 那个分寸的问题 就是今天外界 不管怎么样规范 法律怎么规定 其实还是有人去犯罪啊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不会控制自己 所以说的真结点 还是在于 就是教育的 我觉得是教育的问题 就是你怎么样去教自己 保护自己 然后也 也懂得去保护别人 那个 那个尺度在哪 就像前 前两天的新闻啊 一个十几岁的少女 然后跟了一个 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然后就这样子 把妈妈杀掉 对对对 这是什么 你会觉得 啊 这 这个 这个是有 有违什么 伦理道德 那问题是 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才是真 才是真正的真结 因为这样的事情 不只一次发生啊 对 然后只会越来越夸张 所以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 这个东西到后来 都回归到自己的 本身的问题 我们讲很多啊 什么什么省思什么 我觉得那个 有时候都太遥远了 Coco呢 你觉得怎么去看 比如说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这么多的 比如说App 你刚提到App 会传播这些话题 还有YouTube 那上面有各式各样 甚至于你说YouTube 上面有设定一些限制 裸露性器官是不得播出的 他会把它看掉 他开始有分级了 另外呢 像Instagram Instagram上面 其实是没有任何 连马赛克都不打 什么画面都可以出来 我觉得跟那个Tumblr一样 就是只是现在 还没有被管到那边 那你怎么看呢 Toco 其实我这么说好了 就是现在其实各国 都有所谓的这个电影 或电视的分级嘛 对不对 其实我讲句实在话 例如说 只要满了当地国家 法律认定的成年的标准 你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所以 只要到达这个法定年龄 我认为是 不应该去管制 要管制的其实是青少年朋友 不管在剧情 或是裸露的状态 到什么程度 那我觉得 裸露状态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 没有必要去管制 而要管制的是剧情 就是 让那些小朋友 不要在心智还未成熟的时候 被一些不良的剧情而去 影响了他的身心的发展 但是我讲句实在 裸露这件事情 你有的我也有啊 只是异性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那是正常的 你不应该是扭扭捏捏 就像您刚刚说的马赛克 这件事情是我 认为最不迟的地方 马赛克到底要盖住什么 平常听说现在 例如说保护未成年 新闻画面保护未成年 或者是在路上拍车子 那个车牌 搞不好有人不小心 转进汽车旅馆 对不对 让他知道被他老婆看到 好那讲座车牌 这都OK 但是我说 在情色影片里面 就像以前有某一个电影台 专门播艺术电影 叫春辉是不是 对不对 三姆比 三姆比对 里面就一大堆喷雾 到底是 我今天讲一下 对于一个电影创作者 我是个导演 我一定很生气 被侮辱了 你干嘛喷雾 对不对 不过我现在想问Taco 就是说 其实成年之后 他就对这个东西 不能说没兴趣 但对他来讲 相对有一种抵抗力 可是真的问题 出在哪里是青少年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麻烦的 就是他们其实 真正有兴趣 想去追求 想去看的人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刚才 没有 就是Taco刚才在讲的过程 我突然想到这个 这个东西你怎么办 你觉得有什么方法 其实我讲一下 无法可管 无法可管 我平常听说 现在网路无国界 就是你只要网路的地方 小朋友有一只手机 很容易 你只要打个 什么Sex 或是Porn Porn 就一堆 你根本进不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 应该要从教育着手 就是就像您说 再也不要像以前的几张 第13章第14章 那边扭扭念念 健康教育课程 对 就其实很 像 偶尔我也跟我 我儿子 其实现在 其实现在真的都提早了 现在大概五六年级都在教 而且 就是女孩子 小女孩 有的四年级 就已经有月经了 对对对 很可怕 太营养 太营养 嗯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就是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所以 就是真的不能去抵挡 所谓的性贫教育这件事情 那些 我觉得那些团体 真的脑袋挂在想什么 如果真的 你自己的家人 你的孩子 碰到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威风怀孕的 你都会傻眼啊 你都想说 你难道一直怪吗 一直骂他 打他吗 对啊 都没办法 这个没办法真的解决问题 对 而且 而且他们正好在 对于性是很 最好奇 最好奇的这个阶段 所以我觉得 无法可管的状况下 就是刚刚弥勒熊大哥 讲的就是教育 告诉他什么样才是对的 什么样才是不对的 对 是的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这一集非常荣幸 为您邀请了两位贵宾 在节目当中 我们几乎把这个录音室的 这个天花板给掀掉 是是是 温度都变高了 然后更重要 我们还是苦口婆心 对啊 对真的苦口婆心 对我们虽然表面上 好像在讲一些 很好笑的事情 可是其实 不知道啊 就是可能我们年纪大了 就是会担心下一代吧 就是对 就是还是会替他们 想要说一些 那个保护网 不知道 反正就是要有一个范畴 我用Tako刚刚提到的 马赛克三个字 来作为今天访谈的结束 就是 马赛克这件事情 到底是要盖住你的眼睛 盖住演员的性器官 还是说要盖住 观看者的好奇心 这件事情非常值得大家来深思啊 就是说我们刚刚 当我们看到了所谓的这些个 也许是镜片 A片或三级片 你看到的这个事实 可能是他们正在污染 可能你觉得他不该污染 你的孩子的心灵的时候 事实上你有没有想到过说 如今的现今的这些传播的机制 媒介 还有更重要的是 我们给孩子们的教育 是不是恰当 是不是完善 这些可能远比你禁绝 A片 镜片或三级片来讲 要重要的多 是的 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 两位来到节目中 跟我们探讨这样的话题 太精彩了 期待下次两位可以再一起来上节目 谢谢你们 拜拜 谢谢